Opendata 我覺得Opendata是一家無形的便利商店 你可以買到任何你想要的東西 它是一個聚寶盆 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那它更是國家的一種軟實力 是一種力量的展現 Opendata就像是未經處理其財 開放在市場上讓任何人都可以取得 Opendata就像開放一個公園 讓有需要的民眾他可以自由的進來取得他要的東西 想要溜滑梯的溜滑梯 想要當秋千的當秋千 什麼叫Opendata Opendata就是把政府放資料的位置打開 把這些不敏感的資料開放給大家去看 說你們可以拿去做什麼用途 隨便你們指向 我們日常生活當中有很多都在用Opendata 像公車 我們等公車這個APP 它用到大量的Opendata U-Bike也是一樣 那另外呢 現在很多企業界都在用的是展店 例如說我要開一家店 我怎麼知道這家店 在那邊開會不會賺錢 以前的人可能要派一個人在那邊去算人頭去計時 現在Opendata來說的話 它可以經由政府所開放的這個資料 可以得到很完整的這個預估的形式 比如說你今天假如開放資料的話 你今天可能從一早起 從鬧鐘告訴你今天要起來 它就順便跟你講的天氣 或是說今天的車礦 或是說有沒有遭失的路段 它是由被動轉為主動的一種功夫 所以會變成說你今天從一整天 你不會是主動的再去查資訊 而是資料自動告訴你 你需要知道些什麼事情 就是一群蝦子在摸大象 那每個蝦子摸到的地方都不一樣 但最後他們摸著摸著 就摸到別的蝦子身上去了 就是Opendata它帶來的橫向聯繫效應 它是一個會隨著時間在改變的一個資訊 那民眾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它 同時進而再利用它 比如說他可能把餐廳的資料全部下載下來 然後接下來他就跟你說 台北 台中 台南哪邊你要吃什麼 那下一步就是我覺得 接下來他們就會比較個人化 去蒐集個人的資料 也就是說他們不會跟你說 你午餐有三十間餐廳可以選擇 而是你午餐有三間餐廳是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我是覺得Opendata最後 是從分類到一個應用的方式 去做一個個人化的整理 Opendata可以讓我們生活更便利喔 哈哈 希望透過Open Data 能夠提供更新更擬確的資料 讓我們使用 謝謝大家 Open Data 讓民眾跟政府其實更了解 讓世界更客氣 和平衡 嘢